大家好,歡迎收看古海飛航 今天來到週末 那麼台北股市最後呢 我們看一下最後結果 小跌33點 等於說在連續的重挫之後呢 它今天試圖要止穩了 所以呢就在盤中你會發現 在平盤之上又到平盤之下 又上去又下來的 最後呢台積電啊等等一些掉地 全資股有些賣壓 最後又收小黑跌33點 那沒有跌破早盤低點 這個行情呢來到這個位階 今天成交量是3400多億 沒有繼續的說在3000億之下了 已經又回到3000億以上 那所以呢如果在這種量能階段 它能夠止穩我認為在下週 當然它就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一個技術性的一個反彈的機會 那你說要整個轉牆 不用看太快 不用這樣子太主觀的去看待它 就是你至少先求止穩 那先求止穩過程中 那你要怎麼操作呢 那我一直告訴我 我說操作股票有一個觀念就是 你除了要有本事避開風險之外 你也要有本事在別人還沒有發掘的時候 你先找出了下一個階段 或者是接下來幾個月喔 注意聽喔 不是說幾個禮拜或者是幾天喔 你有沒有辦法找到 接下來幾個月 是走一個波段多頭的標的 現階段有沒有 很多人說真的還真的會有嗎 接下來幾個月甚至到年底 是走多頭的標的有沒有 可是我一直強調那種走 我現在講的走多頭的標的 不是說我從年初我從去年 我開始走多頭 不是這一種 我現在所謂的是全新的 之前都沒有動 那它不是什麼股本很小的 乏人問金的 大家不認同的那種 成交量很小的股票它不是 那它成交量有 有成交量 那股本也算OK 也不是那個幾億的小股本的公司 也就是它是一個成交量流通的 都沒有問題的 你不用想太多 正常的一個交易的 一個交頭熱絡的標的 如果一個正常的交頭熱絡的標的 這麼多年 這麼多一個月來都沒有反應 都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啟動上去漲勢 那有沒有可能在現階段開始 幾個月的時間走一個多頭架構 那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現階段開始操作到幾個月後 那這個標的的獲利 那你可想而知 我常常講說我們設定目標 一檔股票我希望一個波段我能夠賺百萬 百萬以上 可是我想這百萬單股 一檔股票賺百萬起跳 不是說你拿1000萬操作賺百萬 那個不及格 我強調的是什麼 我們那個200萬以內的資金 200萬以內的資金去操作一檔標的 然後我可以拿到一個百萬的獲利 那就很棒了 對不對 那個就起碼五成起跳的獲利 六成甚至已經到一倍以上的獲利了 那才及格 那如果一檔標的可以走幾個月的大多頭架構的話 那我們就不要太保守 不要說設定只能賺個100%一倍 那它真的可以漲一倍以上嗎 等一下我正式介紹的時候 你自己評估一下 現階段的選股 你說難度高不高 我認為如果你的方法是正確的 你持續貫徹你的操作的紀律 去做法去做的話 它不是難度高的問題 它是可能符合波段啟動的標的 可能會比較少了 可能比較少 但它不是難度的問題 因為符合條件 該出手你還是要出手 因為我們要來賺錢的 可是如果沒有標的的時候 我們願意等待 所以前幾天我節目中講什麼 我說你們看 你們很多人去一直想要去搶反彈 想要去搶反彈 我也講了搶反彈這種交易的模式 它不是對錯的問題 就是你值不值得這樣做 如果搶反彈可以帶給你一個穩定的持續累積財富 我鼓勵你去做 可是如果它不是 而且又是冒著高風險 我們為什麼要去冒這種險 對不對 好 那所以重點是什麼 該等待你要等待 所以前幾天我都告訴各位 這幾天我們都在等待 等待我們都沒有出手 我也告訴會員說我們先等待 為什麼 因為等待不是說我空等 不是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亂了手腳在等待不是 是我們所追蹤的標的 我們就在等它確認我就出手 所以這幾天我節目中講什麼 我說當我這一次再出手的時候 周轉哲最新的標題出手的時候 我希望各位都可以 一起來布局 一起來買進對不對 那要能夠大家一起來買 那很簡單嘛 我必須接受大家來預約嘛 那我才知道有誰想買嘛 對不對 那我們買什麼標的 我讓你知道 那你願不願買 你自己決定 所以前兩天我都講什麼 我說你看上週的周轉哲的高端嘛 那上週周轉哲你提前買之後 本週兩三天的時間 實際上就賺相近70萬嘛 我們有先逢高減馬對不對 好獲利減馬 那今天高端其實也是很強啊 還是很強啊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講了 上週是高端的周轉哲 你看起來它沒什麼特色 沒什麼特別 可是我們買了高端 那買了之後呢 本週禮拜一漲停 禮拜二漲停 我當然可以 我當然可以逢高獲利減馬 對不對 那休息一兩天呢 它今天又衝高上來 為什麼 因為上週的周轉哲 現在開始就向上推嘛 所以很正常 可是高端畢竟 上週周轉哲買點已經過了 我們都還有獲利減馬了 對不對 所以我不要你現在去買高端 因為已經過了那個時機 已經轉哲上來了 我現在要你買的是什麼 所以前幾天我就說什麼 我說我們要你買的是 本週的 本週的周轉哲 那因為它還沒有到確認 所以我說我開放給各位 來預約 想買的來預約 想要買進的你來店預約 那預約完成之後 那我們買進的時候 你就可以決定要不要進場 跟著我們一起買 所以我說我開放來店預約 本週的周轉哲 那買了嗎 今天禮拜五 那本週周轉哲的標的 今天有沒有做確認 如果有 我們就會出手了 對不對 那有沒有 有 我跟你報告 有 那所以我們今天有出手了 買什麼呢 這個標的 我們的規劃 那不是說 我不會只賺個兩成三成 我就想要破例 我對它的期待 我對它的規劃 不是兩成三成 甚至不是五成而已 因為要看位階 很多標的就是我講的 如果一檔標的 我常常講 如果一檔標的 它從來沒有反應 它過去就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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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底打底打底 然後從來沒有一波的漲勢 去反應它的一個未來財測的預期的話 那這等於是 它是一個全新的 在信頓上這種指數這種格局下 竟然有一個全新的 準備起來走波段的 你怎麼可以賺兩成三成 就是說你要賣掉 所以這個標的很有特色 很不一樣 那怎麼樣不一樣 我已經講過了 做股票兩個基 對不對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業績 這個基呢 它必須是它完全沒有被反應過的 或者是完全沒有反應完畢的 那它不是 它是完全沒有反應過 那所以現階段如果它周轉的確認的話 這個時候去買這個標的 是剛剛好買在哪裡 買在一個未來你回頭一看 大波段的正要起漲的時候 而且是幾個 可能也有機會長達幾個月的多頭結構 不要放掉各位 這樣 剛好在市場現在這種局勢下 出現這樣的標的 你要把握了 你這個 我知道現在10個有8個 在等什麼 等之前漲強勢股的拉回 找買點 目前全市場10個有8個在做什麼 之前的強勢股 拉拉拉拉拉回 我要去低階找買點 你覺得對還是錯 在我看來就是強反彈 之前的強勢股 我給你一個觀念 之前的強勢股 拉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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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盤跌它拉回了 你去買 你覺得你看我很棒 你看拉回我才低階 可是我跟你講 拉上反彈上去之後呢 它會再整理一段時間 整理一段時間之後 真的要再上去 你再出手 那個時間點就符合了周轉折 那你現在拉拉拉拉拉 拉回來你去低階 你說我很棒 我買來低階我一定賺錢 我跟你講 反彈個兩三天 或反彈不同的標的 幅度不等 反彈上去 你如果不走的話 它又開始拉回反彈 又拉回再整理了 所以在我看來 現在去做這樣的動作 表面上看起來 好像是對的 反正我是 我沒有追高 我是拉回我才低階 對不對 表面上看起來是對的 可是你們的低階 是針對漲多之後的 都爆量大量之後的 熱門股之後的休息 你去低階 只能反彈 所以其實你們是在做反彈股 但你們不這麼認為 你們認為說你們買的是一個 好股票的拉回低階買點 但其實你們是在想反彈 那真正它的買點 如果未來還要再走上去 再創高 再走回升 再走一大波的話 那個買點不是現在 那我就不多說了 所以我說 現在有沒有10個 有8個投資朋友 現在在做什麼 之前的熱門的強勢股 拉回了 我終於等到你拉回了吧 我去低階 表面上看起來是對 那其實在我看來 你們只是在搶反彈 只是你們不知道 自己只是在做一個 只能反彈的股票 那到底現在該做什麼 我不是說我們做得最棒 但是你聽聽看 為什麼我們長期 我們可以穩健累積財富 我剛才節目一開始 我就講了 你能不能夠在 現在這種格局下 你領先全市場看到了 不一樣的東西 當你可以領先大家看到不一樣的 而且你看的是對的 你就有賺錢的機率了 而且你賺的是大錢的 對不對 你一定要當第一批 你永遠記得你要當第一批 不要永遠去找那個跌下來之後 已經樂過之後下來的 你不是第一批 你要買從頭開始賺的第一批 那什麼標的 這檔股票我們今天出手了 因為轉折確認了 所以我們出手 這檔股票我的規劃 我剛才講過了 是波段型的穩定持有 你可以把它穩定持有的大黑馬 二開頭的股票 它的特色市率大攀升 這五個字你似乘相似 我講過對不對 毛利率激增4% 盈利率激增6% 稅前淨利率激增17% 稅後盡利率激增15% 我們去跟預創做比較好不好 為什麼跟預創做比較 如果你有認真看節目的 你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來這個是預創 我們在628當時的前一週 六月中下群去買 在這一週買 我們我說過了 我們要買怎麼買就要等待 等到確定的週轉折到 我才出手 所以我拿到這一段 這一段我當時買50張 我賺135萬對不對 好 那問題來了 當時剛要啟動的時候 我講什麼 啟動的第一天 6月28號那一天 我說什麼 我說我們當時628的前一週 當時的上週就是在這一週 我們買了週轉折的股票 有沒有大轉機的預創 毛利率 盈利率 稅前稅後淨利率 市率大攀升 大轉機 有沒有 後來呢 過程我就不贅述了 後來呢 這一週買進市率大攀升的大轉機 的預創 你看 而且我跟你講它還沒結束 我每天都講 預創沒有結束 其他我就不多說了 那一直說它沒有結束 你都已經一檔股票 你從二十幾塊買 都已經賺100%了 這一段就超過100% 你都賺超過100%了 你還是講沒有結束 對 當然從我們對它的 EPS的估價去算 我們認為沒有結束 另外一個角度是什麼 另外一個角度 它就是屬於我們所講的 它可以走幾個月的大多頭的標的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 儘管我賺100%了 50張的投資朋友 賺135萬了 可是我還是認為它沒有結束 回來到我覺得可以的條件 我再加碼都可以 但是現在呢 都還沒有到我認為 我想要加碼的位置都還沒到 那不是說它一定會跌 不是 而是我要看到的一些訊號 沒有看到 那我就不多說 那預創沒有結束 可是我要帶你看的是什麼 當時我講預創的時候 它就是什麼 視率大攀升 大轉機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規劃可以走一個 穩定持有的大黑馬 預創 對不對 那繼預創之後 可以波段穩定持有的呢 就是它 一樣視率大攀升 預創 毛利率計增7% 營益率計增9% 稅前利率計增7% 稅後盡利率計增6% 你去比較一下 你發現了 稅前盡利率 稅後盡利率 他們的計增率差了10% 有沒有 足足差了10% 不得了 所以我才跟你說 如果你有能夠領先全市場去先找到這樣的標的的時候 而且它今天本週到今天又確認了週轉折 那個未來的一個大波段的那個啟動的那個啟動的那個啟漲的轉折位置 到了 確認了 可以開始買了 幾個月後你真的回頭看 你買在一個大波段的最漂亮的位置 而且重點是什麼 而且我說啊 我有兩天前我就告訴你 我開始接受預約 你想買本週的週轉折的 你來預約 對不對 所以有一群投資朋友 是來得及的 那你前兩天你說老師我沒有看到節目 沒有看到節目沒有關係 我還是給你預約 我還是給你們預約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三天 你要買這場標的的 你下禮拜還是可以買 反正剛開始而已 你趕快來買 我還是讓你預約 那當你知道什麼標的之後 你想買多少張 或者是你要用多少資金佈局 你自己決定 重點是什麼 買到就對了 買下去 現階段位階在哪裡 看畫面 來 它現在在這裡集結 籌碼集結準備要上去了 所以你覺得你 我們看整個畫面 你就看到 我們看整個畫面 這個標的 經過修正之後 修正之後 打底 有沒有 這邊做一個形態 最後集結 準備上去 好啦 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 你會發現它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漲 有沒有 我就跟你說 現在很多人在抓什麼 抓那個已經漲很多之後 拉回我去低階 自認為對 對不對 其實你們只是在搶反彈 你們為什麼不去抓那個 像之前漲很多很多很多那種 正要漲很多的那一種位置的股票呢 就在這裡 所以我說我們做的跟別人都不一樣 可是事後證明我們真的 操作的很棒 我們永遠能夠領先全市場去做一些 大家目前沒有看到 可是我們先看到 不是說我看到我趕快就亂買 不是 我等 等到今天我出手 所以你看 休息這麼久之後 打底完成之後 這邊突破做形態 集結 轉折確認 所以你現在去買這 買這裡 這麼長久的時間你看 它其實根本沒漲 對不對 那沒漲到這邊 開始出現變化之後 最後集結準備轉折上去了 那現在去買對不對 當然對 所以請問你 買這個安不安全 最安全 可不可以挑戰一個最大獲利 當然可以 買在波段周轉折位置 絕對這大獲利的開始 這就是這個觀念了 所以你現在要做什麼動作 我跟你說 不是我吹噓說 你要再做這個 我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你自己評估 我跟你講的這種標的 我們現在做這個標的 你覺得是不是風險最低的 可是未來期待的獲利是可以最大的 我們什麼都不要講 就講成功率就好 這個的成功率最高 而且他是帶著什麼 我帶著真正的高成長 我大轉機 我是帶著這個 跟當初育創一模一樣 而且我的成長性比育創還要強 這種標的信件段真的 你很難找到 但是我說了 我絕對會找給你 那時機剛好成熟了 確認轉折 我們今天開始買 你要買的 前兩天你都沒有撥電話來 沒有預約的 沒有完成預約的 你今天還是趕快預約 預約完成之後 下禮拜你趕快去買 無限名額 趕快來預約 我們下週趕快進場 我們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下週一至週五 上午9點到下午1點半 非凡搶先報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週一至週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1點鈴 3你 2點鈴 2點鈴 3點紛 4點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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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點鈴 無筏 4點鈴 4點鈴 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所以除了要有本事选出 我刚才讲的就是市场可能还没有发现它 但是其实它的机会非常非常大 股价完全没去反应的这种标的 很多人认为说不太可能吧 但是我拿给你看 所以我说一个研究团队你说重不重要 如果研究团队永远都在偷懒 永远都在等别人的报告 那这个研究团队是失败的 你永远都在看别人的报告 研究部永远都在看别人的报告 那你们会操作什么股票 你们会操作就是那些 已经涨多之后热门的标的 已经涨了热门了 你们才会去操作 可是研究团队如果是真的在做事 一直在找新东西 一直在挖新的东西 一直在拜访公司 就可以拿到不断 不断拿到第一手 永远都是第一手资料 那在从这么多的讯息 资料讯息当中 我们会厘清哪些是确认的 那进而呢 你就可以发现哪些标的 很意外 很惊讶 一家公司整个大转型之后 等于是整个重新全新的出发 你知道吗 而重新全新的出发 会反映在哪里 反映在一家企业 财报的改变 预创不远是这样吗 很多人对早之前的预创的印象 就是可能财报上面可能普普通通 甚至可能还好不好或怎么样的 可是现在呢 预创一直涨一直涨 每个人都去看预创多好多好多好 可是我早就提醒你 四绿大攀升 那结果呢 我赚了100% 全市场只要抽到预创的 我们赚最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布局的时候 在这个波段的周转折的位置 有没有 所以你说 好的标的我们挖出来了 可是呢 我会在更漂亮的最佳时机出手 好股票的最佳时机出手 我当然赚最多 而且我买的位置最安全 风险最低 寻求最大获利 那代表你的做法是可以的 那同样的不断不断这样交易下来之后 现在呢 又来了 这么好的标的 毛利率计增 盈益率计增6% 税前税后呢 计增17% 15% 这个税前税后 净利率甚至比预创 还直接大增了10个%以上 成长性更强 又找到一档 那这种标定呢 就像预创一样 我中长线的持有 你赚100%的 对 但是我说的 你不用想太多 我认为它没有反应完毕 那如果真的有反应完毕的 一些讯号的话 我绝对会获利下车 但是我告诉各位 中长线维持看多 预创 那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讲的 波段稳定持有的 大黑马 又来一档 二开头的股票 那我现在买呢 就像比当初 预创买的位置一样 那结果预创呢 赚了超过100% 那投入100万的人呢 变200万 投入200万预创的人呢 变400万 短短5个礼拜左右 那现在这个标定 而且重点是 持有预创的会员 继续持有 未来只能赚100赚100 200赚200吗 不见得 对不对 那现在呢 现在的投资朋友呢 你们就不用再去看预创 你们要回过头去想 有没有什么标题 跟预创一样 正在一个大的 波段的起涨位置 先看它的股价现行 好不好 你就知道了 有没有 这么长久的时间下来 它根本 有没有 画一条线给它 根本没涨 这个位置 跟现在的位置 不就是一样吗 对不对 不就一样吗 可是花了这么长时间 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一模一样之外 其实在此期间之内 它做了一个完美的底部形态 底部形态做完之后 它有效突破 开始做一个最后的 最后的形态 这个形态做完之后呢 形态做完了 最后尾巴 开始集结 集结之后 本周进入确认 周转的确认 看到了 所以我们今天出手了 那未来呢 就是一路一路向上规划 所以你看 这个位置 这种股票 请问 是已经涨很多的吗 它是已经涨很多 去反映 这件事情了吗 有没有 它完全还没反映 就像当初我们买预创一样 它完全还没反映 那现在开始反映 它的市率大攀升 而后看到了每一个季度 或每一个单月的EPS的时候 股价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所以我们永远要做市场第一个 我们永远要做市场第一个 我们所上的资金 我为什么能够敢把它放在这个标的上面 然后做一个中长线的一个持有 我们看待的是什么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是我们在什么位阶买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 做法真的是最重要的 你把好公司找出来之后 在最正确的时机出手 接下来就准备获利了 这一场股票非常非常重要 那前两天 你说老师我没有看到节目 我没有来预约 没有关系 你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一 开盘前都还有节目 有看到节目的 赶快拨电话 先预约再说 预约完成之后 要买多少张 要用多少资金买 你自己决定 我已经讲过了 它有量 有量 你就是尽情的去操作 那未来呢 不要赚到一点点就想走 我讲过了 它是一个波段稳定持有大黑买 你这种位置买 你跟我说你赚两成三成就想卖 千万不要这样做 把握机会赶快来见预约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